大家好,我是Stan 全村民以成员身份拍摄的最后一集 Lenning Man 在昨天11月12号播出后 一个礼拜之前 全村民发布的照片 重新引起了热议 11月6号 全村民在埃及发布了一张团体照片并留言 I love Singapore 这张公开的照片 是全村民退出Lenning Man后 进行的六人体制新加坡拍摄期间拍摄的 照片中可以看到 全村民在埃及发布了一张团体照片并留言 但是因为崇吉友上传照片的时机而引起了争议 部分网友们指责 很长时间没有发布团体照的崇吉友 在全村民退出前的最后一次片段还没有播出 就发布了六人团体照 实在是太过分了 因此纷纷到崇吉友的ID底下留言 因为全村民我才看Lenning Man 看到这张照片马上感到沮丧 他从来不发布团体照 全村民一退出就立即发布 等批评崇吉友 而昨天全村民在最后一次拍摄片段中 在明朗的气氛中结束了拍摄 他对成员们真心实意的信 和制作组准备的惊喜礼物感动落泪 他表示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参加综艺节目 能和我在梦中间到的出色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工作 我感到很荣幸 我不知道我带来了多少的笑声 但我觉得给观众们带来笑声的过程 对我来说也很幸福高兴 在我的生活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比这个更荣耀的位置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是笑话 这是全村民退出后拍的怎么可能发布大家都在一起的照片 宇杰森都说了 听到全村民退出的消息 最震惊最难过的就是崇吉友 全村民退出后最伤心的似乎是崇吉友 看最后一集就知道 崇吉友写的信很感人 全村民不在的时候拍的自拍照发布出来 这有什么好指责的 虽然我不看了你们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特意发布确认的照片 如果是好几年都没有发布过团体照片的话 应该可以再发个完全体照片吧 为什么要发布确认的照片呢 如果是在新加坡拍摄 可能是因为得到了新加坡方面的赞助 所以不得不发布一些内容 但这真的有必要受到这么多批评吗 即使是其他成员做了同样的事 也会受到批评 就像起色紧生日那天 团体照少了崇吉友 他也收到了很多指责 所以他又重新拍了一张上传 崇吉友的部分粉丝们说 全村民是因为酸烟而退出的 即使宇杰森公开说了不是 还是有人假装批评酸民 却在抹黑崇吉友 请一定要提高姐姐 对于崇吉友发布的团体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演员Eugenia和女团Kirstie出称的Heddy分手了 11月13号 根据双方搜索公司表示 两个人最近已分手 之后会以前后背关系互相姻缘 Eugenia和Heddy是在TBN电视剧 Undapada ilbu papa中认识 并在隔年8月成人恋爱 关系之间已经7年多了 好惊人 交往这么久以为会结婚了呢 两个人很相配 所以没有意识到两个人年龄差这么多 两个人蛮相配的 觉得很可惜 希望两个人都能幸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Join News发表的 2023年娱乐圈权威人士排名 这个排行是由经纪公司 电影和广播公司 以及娱乐新闻记者等 业内人士200人投票的结果 13位松江玉 2022年红金居 215月早上 2位叛选 228月上 中文字幕属详 202月1日 2013年红金属 20145月7月7月7月3日 2014日 218月7月7月7月4日 215日 2014日 215日 255日 20145日 215日 2014日 218月7月9日 2014日 215日 216日 216日 218日